乘客在机上座位静静等待 也有些无奈空服员赶紧送上餐点 西运航空又有班机出状况 机上旅客报文说起飞时 广播说第二引擎油压故障 干等一小时也没下部指示 抱怨跨年连假三天假期又少了半天 停机坪上检修人员加紧脚步作业 希望能尽快排除状况 30号上午这架新宇JX800班机 要从桃园机场飞往东京成田机场 原定8点30起飞 日本时间12点30抵达 但因为机械故障 起飞时间延误近4小时 西运航空回应依照程序排除故障 共有229名旅客在机上先用餐 再安排起飞 这架航班还要从成田再旅客回台 大约也延误3个小时 新宇发送餐券补偿 接下来飞往洛杉矶任务也不影响 而在30号早上 长荣也有班经延误 BR106原定8点10分起飞 11点15抵达日本福岗 因为讯号异常 延误超过一个半小时 有不少国泰旅客排队办理登机手组 而国泰航空也因为流感季节 机师因病缺席比预期多 取消个别航班 29号取消21班次 30号取消约13班 原来前至少共有55个航班取消 香港航空机组人员协会认为 是因为人手不足闹机事慌导致 根据淘机预报 30号总运量人数约有12万人 起落架次共有654班 预估31号廉价第二天 运量总共有96000多人 跨年元旦廉价出国 遇到延误不免扫兴 旅客也期盼 收价不要再遇到一样状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